都说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 今天我才搞明白 原来哪吒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金扎和木扎 布鲁克又教会了我一个新知识 英雄无限星光版第三弹 除了金扎 问中期待的一代肖雄曹操也跑来绞急了 关羽 张辽 张飞 齐广 为数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来了 哦 星光椅子还是吕布的赤兔马 从第一弹开始就在等吕布和打击 终于等来了他的作季 好消息 现在购买任意星光版一盒 即可抽取一张愁愁乐 一等奖可是直送英雄无限星光版一盒 最度购买任意星光版一盒 1个 été seç散去的 如果喜欢那颗星光版一盒 我会发现一颗星光版一盒 的带措 除了 这发型是个什么情况 年纪七七就秃顶了 刚夸你长得像个狠人 原来还有其他的组件呢 这才有乱世称雄的气势嘛 但就是装版配色 咱们像之前的升红包呢 一脸的坏笑 这是又要设计先害谁呢 对了 吕布就是死在你手上的 虽然这赤兔马尼一直没有信服 但好歹也做了几天主人 那就勉强让你做上去玩会吧 好家伙果然帅啊 反派骑的上面都一身的正气 第五盒 卫国猛将张辽 同体蓝的配色 武器透明月阿己 护甲包裹了全身 连腿部都给装备上了 末将败剑曹操 副关羽 操贼还我赤兔马 经典角色是不一样 一把比人我还夸张的青龙叶叶道 可这胡子为啥短一截 看起后好像是被人斩断的 是不是你操贼 赶紧给我下来吧你 关二哥伤马 过五关斩六将 直取敌将手机 看着配色就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了 电镀红金加上这荧光绿 简直绝配啊 剩下的三盒全都一起拆 卫国主将徐皇 盛凯关羽 三弟张飞 真正可以匹敌关二爷的卫国大将 就是这家伙曾经击退了关羽 又追击了十里地 但我们关二爷也不是吃素的 紧皱眉头 逼红了脸 理论里自己二十长的呼吸 三弟 你上 杀红了眼的张飞 洛塞虎和之前的一样 也是黑拆卸的 右手张八舌毛 左手针牌 完全就是一副打手的造型 三弟 幕后黑手就是他 今天我们二打一 非常有胜算 咱俩一起上 等等 末将徐广在此 修德无礼 还有本将军 呃 那个 三弟 你先挺住 我骑上去的瓦器班救命 马上就回 三弟 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二哥 你 坑我 咱修德无礼 咱修德无礼